欢迎各位新浪网友 这里是新浪直播间 我是主持人赵宁 9月26号就要跟大家见面的 电影《同学台》 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今天我们很有幸能够将四位主创共同请来 首先欢迎一下导演赵玲珊导演 欢迎你 欢迎主演刘依飞 欢迎 欢迎邱星志 欢迎你 也欢迎我们新浪老朋友 易能静欢迎你 说到我们这部电影 很快跟大家见面了 也想问问导演 您在现在马上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的这个创作的初衷 也简单介绍一下 《同学台》的故事 其实 这问题太大了 说过一百遍是吧 说得太多了 用东北话说又车博话 还是 是这样 因为以前的曹操 我们从三国志里面 从书上 这个人物包括以往的影视作品 都把曹操定为一个神的 是我们触摸不到的 那么这次我们是把它拉下来 它作为人 人的一面 我们怎么去讲 它的七情六欲 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 之前我看到一些媒体上说 说当时在那个出土的文物当中 有看到曹操和一个二十多岁 女性的海骨是葬在了一起 这也是我们片中 刘亦菲所饰演的人物的原形 是这样吗 然后当时还有一条新闻 让我特别无语 就是说那个导演之所以选中 我是因为这句女诗的复原图 跟刘亦菲神似 我就哭笑了 那还有那张图那是网友说的 我是应该感谢呢 还是应该 这绝对不是恐怖片 创作初衷是这样的 创作初衷是这样的 这个灵感的来源是 对 那刘亦菲这次在这个同学台当中 我看到有媒体报导说是你这个 演戏以来 尺度最大的一次演出 甚至还有全裸镜头 真的吗 我们还有第二 还有地主嘛 是吧 对我们还有地主派你的裸 就你替我裸了是吧 没有没有这个这个这个简直 这个这个说出来大家会上当的 这个完全是那个误传 但是说尺度吧 也真的没有定这个什么尺度 都是拍的时候的那个情感方向走的 也不是说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那个 就为了看热闹或者说是看那个尺度去看 其实看电影都是看感情 看戏剧 没有人会直接去为了这个什么大尺度去看 对这次是刘亦菲等于在剧中是经历了两段情感 一个是青梅竹马的 另一段就是望年之恋 那两段情感你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就是不同的感受 青梅竹马那一段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积累在他的记忆里面的 是很很深刻的爱意吧 然后跟曹操的这一段感情是完全意料之外的 也是不被允许的 也是自己觉得有罪恶感的 就是很矛盾的一个彻底矛盾的一个那个 错综复杂的情感 而且一直在变化 呈现出来是比较暧昧的 暧昧的感觉 那刚才说到这个尺度大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坐在旁边的 邱星智和一能静 是不是也能借这个话题来说几句 我们很保守啊 知道吗 不是这样吗 好像也是B主拍的吧 对 也是B主替身 其实我的 其实我只看到了肩膀跟腿而已 但是就什么都没看到 但是因为那个戏蛮重要的 我觉得在整个电影里面 因为那其实是我这个角色扶皇后的第一场戏 我觉得这场戏 其实我有跟导演讨论过 就是在接这个剧本之前 我们会讨论说 为什么他跟曹屁会发生这样的关系 那我自己的解释是我觉得这场戏很重要是 他其实是确立人物之间彼此的一个倒序的关系 最后为什么我让曹屁最后是曹屁来杀我 这样子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对曹屁来讲 可能觉得我拿不下限帝的江山 因为曹屁压抑着他嘛 他是他父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 你要是夺了人家这个皇帝的位子 我们就要变千古罪人了 所以对曹屁来讲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我拿不到你的江山 我就拿你的东西 那这个女人是你的东西的一部分 我就先把他拿下 那对我的角色来讲就变成说 我贵为一个皇后 就在后宫是最安全的地方 照理讲 可是居然没有人可以保护我 就是任由他侵犯我 所以我觉得那场戏是挺激烈的 因为如果不激烈拍不出来两个人 就他那种要占有 但他不是占有福皇后 他其实在占有这个汉室 也是一种暴富 暴富 然后我的挣扎呢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我等于是对整个汉室 对汉宪帝的失望 所以那场戏是真的 我觉得尺度蛮大的 不是说看了多少了 而是两个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动作上的往来 是反正拍完就是那个 我听说这个腿上都轻了 对对对对 就是怎么讲 曹批欺负这个福后 然后曹批满身世伤 而且还被删耳光是不是 对 我没有删你二十几个 他的粉丝在网上骂我 我说我是不会演戏 就是删他二十几个耳光 我没有删你二十几个 这也没人会信的 这没人会信的 其实我满身世伤 还是因为 其实拍这种戏 还是要比较小心 不要真的让女演员 感觉到你在侵犯他 所以其实趴在那个床上 那床很硬的 又不是弹簧床 又不是习孟思 然后呢 是在地板上 地板上我的三个 其实我一只手在做戏 另外就是支点 我支在地上 就是尽量身体 不要太贴近他 不要太靠近 他还不是真正压上去 所以其实累是累在这个地方 你还要控制 对 还要演戏 他有问我说你要怎么演 我说就敌死不从 还能怎么演 所以就变成说 因为你如果NG很多遍的话 他反而会更累 所以干脆就第一次 正式的癌的时候 就该打的该干嘛的 所以真的一遍就过吗 对 一遍就过 因为很多机位 在不同的角度在拍 那今天这个 他们这个三角链当中的 另外一位就是汉县地的饰演者 苏友鹏是没有来 我看到网上有说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 有点叫重口味的三国 导演 那个您能提示我一下 怎么讲吗 重口味的三国 就他们之间 是我们可能以前 看到三国 这个演艺作品当中 所没有见到的这种情感关系 导演 因为那个以前的三国 就大乔小乔都在那帮马接身 什么的 然后这也是可能 就是或者身上像在骑马 就那种的 其实那个友鹏这个角色 其实和曹操是对立的 一正一协 其实我一直是认为说 最软弱的人 其实干出了最狠毒的事情 看起来很很很那个 我们都称为他枭雄或者艰雄也好 那干出的是最软弱的事情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 内心的一个挣扎 在这里边呢 是多元的价值观在里边 整个是在里边持作用的 对 因为整个故事 都是围绕着这个杀曹 这样一个这个线索 或者是一个主要目的展开的 那其中邻居也就是 刘一飞这个人物 也是背负了这样一个使命 去靠近曹操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产生了这种情感 那么对于刘一飞来说 也很想知道 你怎么去拿捏这种状态的 其实拿捏的最好的 最正确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要去设计 因为其实很多情感逻辑 是只有当你变成经历者 你才知道那个纠结的点 和力量爆发的点在哪里 而且你会知道你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 促使你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情绪 就好比跟那个姚汝那场戏 吉他爷那场戏 就光看剧本 其实很多线索是只能演一个剧情和表面的 就是演这个情绪 但是当你深入进去之后 把你变成好像 深入其中 然后就是曹操是你的杀父仇人 诸多这种 规定情境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那个愤怒就是 就是摇走这个时候 哎呀 说你气场 就是会觉得 突然变一个人 就是会这样有时候 其实这个人物要解决一个情境的问题 首先这样的一个女子 来到曹操的身边 要解决一个存在的问题 她如何才能存在曹操的身边 是这样的 那么她就需要 曹操是有什么需要 有什么需求 那么在曹操暮年的时候 她木然回首 争战沙场 她回来的时候 在这个阶段她很孤独 她想去诉说的时候 没有可诉说之人 她是说给她的儿子曹丕吗 因为曹丕那种状况 想拿这个江山的 那她说给谁 她需要一个亲情者 这个亲情者 也许没有任何回应 没有任何谈过来的 谈过来 话说出去 不需要谈过来 只要倾听就可以 那么这个人物要解决存在的问题 就是说 静静地倾听 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解决存在的问题 那接下来要解决她的生存问题 那生存问题是什么 她要替这个组织要杀掉她 那么整个戏剧冲突 是在生存的问题上产生了一些矛盾 那么最后 其实最大的一场激烈的戏 就是她从成龙上跳下来 能够刺出这一件的时候 那么这一件也是宿命的一件 其实刺的是一种悲戒 那种猙獰的面容 恰恰是从一个平静的水面 泛起波澜那一刻 其实她的人物是大张大合的 逆心戏最后是迸发出来的 是很有生命感的 那这场刚才导演说到的戏 也是刘一芬印象很深刻的一场吗 就能回忆一下当时的程座 那个是杀青 就是拍全景的时候呢 是吊威亚 然后杀青的最后一个镜头 是拍特写 就是从一个高台上跳下来 就是高台下面铺海绵蜓 然后你跳下 她用特别慢的那个慢镜头拍 所以还印象还挺深的 刚才导演用了一个选拟词来形容 叫争宁是吗 争宁 我觉得这个词离刘一芬很远 对对对 简直是 我是累了你知道吗 平时就是懒 就会呈现出一个很平和的迹象 其实我是很猙獰的 其实那场戏真的一芬也很受累 因为吊威亚嘛 这威亚是绳子 它很难控制 有的时候下来之后那条线 因为你控制不舒服 它就不在 不在你的构图之内 所以说几遍真的是很辛苦 特别辛苦 就把她的争灵给彻底逼出来了 我其实没想到争灵 就无意中就争灵了 是因为那个太沉了吧 有可能 是因为那几太沉了吧 有可能 但是他们特别可爱 他们在我已经OK的情况下 又让我重新跳 我特别就是 叫什么 那个 已经到极限了吧 不是到极限了 就是很无奈 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就回去准备 再来一条 对 导演没有反馈 说一飞错在哪里 还要来一条 对 然后我就准备 就想得特别细 拿着一个那个挤 就又回到高台上 然后就进入状态 特别特别特别的 那个努力进入状态 因为我要保一条 你知道吗 然后我跳下来的那个瞬间 他们杀青了 我说这些是 超疯了 对 他说刚刚跳下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买了很多礼花 碰碰碰碰 他杀青了 他说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对对对 是故意的对 然后马上同时放那个什么 什么鞭炮 什么吓 大家心情都开心起来了 他是知道是今天会是杀青的 最后一个镜头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能够那什么 也没有人任何说给亦非反馈说 要有什么改变吗 我们还要再来一条 说反正就再来一条 你上去 然后他穿着一个红棉袄 跟一个大番茄一样 抱了一束那个花就来了 特别可爱 所以这场戏真的印象会非常深刻 他本来也是重头些 同时也是杀青的最后一场 对对对对 那说到刚才说到曹丕的话 其实我觉得作为普通观众 对他的印象还基本上还算是比较模糊 因为他一直掩藏在曹操的一种光环之下 他是压的 对 所以当这样一个人物出现在同学台当中 而且有看过的朋友说你是一会儿感觉挺猥琐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很有野心 他其实是一直在好像在这种状态的更替当中 所以你怎么去理解 猥琐就是隐藏嘛 就是说他必须要隐藏起来 他要把他内心澎湃那一面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压着 比方说他父亲在的时候 然后其实要掌握曹丕 我觉得在我们这部电影里面 因为毕竟电影跟原来历史上的东西 肯定会有一些更具戏剧性 我觉得其实把握曹丕就很简单 就是分清楚他跟每个角色的关系 就是曹丕其实他就是活在一个情感情欲 跟权利益的矛盾里面 就这三点 这三点如果能掌握住的话 你对父亲是什么样的心态 父亲你是害怕他 但是好想希望父亲能够把江山拿到 拿到之后有一天他会传给我 因为曹子我弟弟已经 基本上已经不在我的竞争的对手里面了 然后对待汉宪帝 汉宪帝一个完全就是一个懦弱的皇帝 需要我随便一下 我弹指我就可以把他给推翻掉的人 后来在历史上我去实现了 我变成魏文帝 我的确是因为父亲的限制我 所以我才不敢去逾越这个东西 因为我父亲不敢 所以其实针对这每一个人物 对他也好 我跟他是每一戏 这些里面的一些关联 对福皇后是什么 对福皇后其实在历史上 福皇后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皇后 但在我们戏里面 因为加上很多冲突的东西 其实让他赋予他一个任务 他的使命 所以让他变得可以很悲 可以很刚烈 但是我对他就是一种报复心态 一种也是一种情欲 我刚刚讲的 对他有一种 他有一帝我不能动你 我不能动他我动你老婆吧 是不是 我一样有那种能够征服 有满足的那种欲望 其实就是有妻妇必有妻子 对 其实我们虽然是做的是晚年的曹操 那么也有年轻的曹操在那 那么就是他的儿子 就是我 对 就是有妻妇必有妻子 他其实是曹操一个完整的一个片段 对啊 我就可以说是曹操的年轻时候的反射吧 就可以这么说 对 但是同时你又要在父亲的那种强大的气场的压制下 那包括跟这个周润发的合作 我觉得发哥应该也是一种气场很强大的 是的 这样一位演员 那你跟他的对手戏有那么多 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嗯 害怕我倒不害怕 因为戏剧的东西就是要互相丢球的 互相给力量 那你做好准备之后 你就可以去轻松上阵 然后之前的沟通 其实发哥就是体贴人嘛 就是你会发现 他 有的时候他会提点你一下 就是一些细节的东西 他的认为跟我的认为可能不太一样 当然我们 他是老大 我们肯定是以他的想法 所以在对手戏过程当中 他会给你一些他的想法 会的会的 比方说他觉得可能 因为这是大家一个集体创作 有时候他觉得可能要补一两个镜头 他也会跟导演商量一下 然后我们再补镜头 像我第一天 跟发哥开机 开拍 我跟他拍的第一场戏 发哥就觉得应该给我一点 我这边的镜头 他觉得可能会整个会 有点完整 或比较力度比较强 所以他就会 会跟导演商量 然后就给我镜头等等 所以就是他照顾后镜 有的时候我不好意思去说 说什么在现场 所以如果说像 他体贴艺人的话 他会去说的 那刘亦菲这次跟发哥也是有大量的对手戏 那你跟他合作 他又呈现出什么样的一种面貌给你呢 他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他其实有很多时候把我想说的话 真的就是说出来 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多数演员的心态都是特别像的 就他不是只是每天想他自己的戏 他还想所有演员的那个大的那个戏剧冲突 和每个人物的个性 然后他也会跟我说 因为其实我主要是跟发哥还有那个木顺的戏 所以他除了我们讨论我们这边的线以外 还经常会说你们那条线也很重要 说你们那条线演好了 我们那个戏才有故事才好看 才那个非 那你跟发哥之间应该也有很大 也有一些这个激情戏 没有 没有 很遗憾是吧 对 我觉得作为观众 我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导演 其实那种微妙的感觉 其实比激情戏还有味道 对 其实有另外的一个味道 所以就是表达情感其实是有多面的 有福皇后和曹丕的这种 那这次易能静出演是你第一个皇后形象吗 你想见我 对 是的 对 之前好像你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把三国所有出名的女子都做了一个点评了 那你觉得乱世中的女人是一种什么样的 总而言之我觉得挺奇怪 就是说福皇后一个像在历史上要谋刺曹操的女子 居然是完全消失在所有三国的作品当中 就是没有人提过她 因为我觉得是挺特别的 我想可能还是因为 因为作为曹操在这个所谓的汉信帝的背后 她是不可能歌颂这个女性的 但是福皇后在历史上她真的是个好皇后 就我可以看到网站上她现在那个皇后墓上还是养得非常好 那我想可能到后来曹丕称帝之后 她也不可能去歌颂一个要刺杀自己父亲的一个皇后嘛 然后再加上其实曹操福皇后被满门抄斩 就福氏这个家族是被杀了一百多人 连两个小皇子都杀了 可见福氏的这一个杀手团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 因为曹操其实到后晚年的时候不是这么狠的人了 因为她老怕自己变成千古罪人 她既然打着旷富汉士的口号保住了县帝 就没道理杀皇子 所以其实她会这么做可见福氏这个家族的力量是很大的 她必须要这么做 她明知道这个其实是不好 而且她一杀了福后之后呢 她就让县帝娶了她女儿 娶了曹操的女儿 我觉得这一块大家是可以重看三国这一块 我觉得同学台这次最可贵的是 你会看到曹操变成一个人了 就是以前她在当枭雄跟尖雄的时候 你觉得她无忧恐惧 就像关云长或诸葛亮今天都不怕死 他们觉得如果能死在这个战场上是光荣的 然后是代表自己的立场都会变英雄 可是到最后我记得发哥说过 同学台就是曹操的家务士 就是她在外面打了一堆厉害的最帅的周瑜 然后最聪明的朱亮最会打的官员场 回来就面对一个这样天天想当皇帝的儿子 跟一个当了皇帝但怎么服都服不起来的干儿子 和贤帝 然后身边一堆人都要杀她 然后再加上她身体的头疾 她头痛很厉害 所以就变这个曹操是有恐惧的 她有戒备的 然后她会痛 就跟以前我们看到的曹操不太一样 她怕死 不然她干嘛杀这么多人 她怕死 而且死在这个同学台里 肯定就不是英雄的死法了 她不是死在三国一统的战场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看剧本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等嘛 化了妆之后我就看哭了 我就跟导演讲 我说导演我刚刚看哭了 可是因为我化了妆我就这样哭了 因为怕弄我 我说那个我觉得这个曹操好孤单 就是好孤单好孤单 发哥演得特别好 因为你刚刚提到这个福皇后 她跟曹操是对立的嘛 她对曹操是充满恨意的 一心要杀了她 那其实生活当中和发哥又 应该是非常融洽的一种关系 对 我记得有一天 就是我们拍最重要 《牟刺曹操》的那场戏的时候 大概上午我们在排的时候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 我不够狠 还是不够狠 还是不够凶 还是怎么样 反正那天拍完 中午放饭的时候 下午要继续 走上楼梯的时候 她突然就那个 走到我旁边就手这样一摆 然后就这样 曹操很坏吧 就是突然靠你很近 然后在你耳朵旁边 你知道 然后我真的走在前面 因为放饭了嘛 就很高兴 可以把那个 二十斤重跟八斤重的头给卸了 就很开心 很轻盈的在走的时候 突然她是从后面走过来这样 曹操很坏吧 你知道 然后还靠我很近 然后接下来就 就哗哗哗就走 然后我一瞬间想说 下午那场戏 我知道要怎么演 就是 就是她挑衅挑到你的这种 完全没把你当回事那种感觉 然后你就知道 瞬间那个下午那场戏 她不把你放在眼里的时候 你要怎么表演 我觉得发哥 她就是让你不能吃那顿饭 她是不是白天觉得我不够凶还是怎么样 但她的确是有办法去帮助这些后生晚辈 更进入那个 她不会跟你讲说 我觉得你不够好 不够凶 不够狠啊 因为像气场不够啊 三百五五百关自然的 就你一女的 她是鼓励型的 她真的 她就是用各种方式 对 也是一种设计 设计 但是你知道发哥 曾经那么近的靠近过我 她是一种设计 其实曹操 其实发哥在演曹操的时候 他其实就在演自己 因为曹操的年纪和发哥的年纪是 差不多 是差不多 他那个真是举手投足 包括他能够沉浸那片刻的那种状态 你看他的眼睛 他完全传达出一种孤独 这个发哥听到 发哥 他有讲过他跟那个邻居的感情 就是我在记得 在上海记得会说 因为也是记者问他说 有没有 就是对邻居有没有感情 他说 我觉得他是因为头疾 然后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件事 我就觉得说 发哥的这个曹操真是绝了 没有人会这样想的 他说因为 你知道晚年的曹操头痛很厉害 可他也不能直接吃药 像我们生病了还可以 乘星之我生病了耍下赖什么 他是完全不可以 那是他最脆弱的时候 他如果头痛一倍 旁边的人知道要杀他太容易了 所以他在那个头疾这么严重的时候 他唯一好像能依赖的就是这个人 所以他说那个是不是爱情 不知道 但就是头疾发作了 就是人在那个脆弱不可信的状态里 看到一个天使这样 然后回来就想了半天 因为我以为曹操是清醒的知道邻居在身边的存在的 就我看剧本的时候 但他说他头疾 其实他不清醒的时候 他一旦头不痛的时候 他就觉得邻居就是个普通女孩子 一旦头疾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像天使 就是我觉得他想的好深喔 跟我看剧本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 我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喜欢他的 对 他说那句话是什么来着 对 不知道是孤的心智蛊惑了什么 不不不孤 孤的头疾蛊惑了孤的心智 还是孤的头疾 孤的什么 要是孤的心智 对 这台词那段特别好 其实那个最好的一段表达是 那个一飞为他要的时候 对对对对 为他要的时候眼睛盯着 盯着一飞 是一个你真的那个是一个是一个海 那个眼神是一个海洋 那当时跟他对视的一飞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还是那个固定的情境 固定的情境 他不需要有回 他不他不需要有弹 像弹回去的任何反应 就他一直是在纠结的 因为还有一场戏是 这不算剧头啊 反正说的比较模糊 对 就是他给他就是下意识的 发现了就是那种爱的情感 就对于曹操的那个瞬间 然后是被沐顺看到了嘛 就是他其实一直是在这个纠结 一直是在这种那个纠结的氛围里面 很压抑的一个情绪 就是感觉到了那个爱 但是又马上又要那个 拔回去把自己 然后又就是就是一直这样子 很那个挣扎 是刚才听了 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让我们对《同学台》 整个这个电影 最展现的这个故事的情节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不可否认它是来自于 这个真实的一段历史 那么有没有导演 有没有在这个创作当中 有担心在真正上映之后 可能在史学家 他们会提出一些质疑 其实我们是在三国志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在三国志我们 对三国志还是 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找了一些历史缝隙 包括人物它的推动 究竟推动到哪里 找了一些缝隙 那么同样的是 就是借助三国志基础上 作为演绎的另一部作品 《三国演绎》 其实也是丰富了三国志很多内容 有作者自己的情感在里面 一切历史都是为当下服务的 那么《同学台》也是一样 《同学台》其实是有一个 很好合理的历史脉络去走的 那么结合当下 我们更热议的一些东西 你比方说曹操牧里的20岁女士 至于考古学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他究竟是谁 那么从创作角度上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佳接 这是创作需要 它不是一个教科书 同学台不是一个教科书 对 有 我看网上大家都在说 说邻居是这个 貂蝉和吕布的孩子 在我们的作品里面 也是这么展现的吗 对啊 《三国志》里面 曾经提到一段 吕布要突出成为的时候 那么他有个六岁的女儿在马后 最后被曹操打回去了 那么李布死的时候 这个女儿 六岁的女儿就从此失去了音讯 那么书中也没有表 她究竟是死了呢 还是如何了呢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存在 就是说在《三国》里 这个女孩是有户口的 那么她究竟做了什么 她会成长吗 她会嫁人吗 她会去做什么 其实我们大家都会 刨个问你的 她后来怎么样 那么我们其实就做了一个 合理的佳节 合理的佳节 这应该是一个创作的智慧吧 我想就这样 因为大家讲的是一个故事 分享的是一个故事 我听说这在整个的造型上 伊菲这次有这个小红帽之称 有很可爱的称呼 那个帽服装组的人 服装组的那个姐姐们 一直都在抢 说派文西我们要这个帽子 这帽子挤皮的 还是很长 那场戏太美了 她在雪中在河边烧纸嘛 祭奠父母 其实是做了一个局 像曹操上当 那小红帽戴在身上 雪下着 水流在 水流声 满天的雪 曹操漫步过来 看她这样的一个女孩 真的 整个现场 作为导演我是被打动的 太美了 那画面 就比较 那时邻居比较更小的时候 感觉上 比较 是来同学台的路上 也让我们对这部电影 更加充满了期待 而且也听说这个 伊能夕在拍摄当中有什么 七天七夜的哭戏 我倒是觉得太厉害了 你太能哭了 有好多哭戏 因为其实浮后的篇幅不多 我们是代表前半段这个势力的衰退嘛 所以其实我们的 我前半段这个女性篇幅不是那么多 但是因为就是因为篇幅不多 所以基本就没有废戏 比如说我第一天拍的第一场戏 跟我出场第一场戏 就是被草批这个强行占有 就第一天的第一场戏都 就只是说心智好久不见 然后这样子 直接就开始了 导演就说可以来了吧 我们两个就 我们都准备好 然后接下来就被推倒了 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就头太重就起不来了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有几场 我也跟导演在讨论说 每一场哭戏 应该要展现的内涵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一菲说的特别对 就是有些戏你看本子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这么演 但是你真的演下去的时候 那个情绪会来得更强烈 因为你已经变成那个人 你在看剧本的时候 你是用英文静跟刘亦菲的想像 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 因为你没有穿上那个衣服 没有那个对手 可是当你在现场演的时候 你瞬间是 你就是成为了福皇后 成为了邻居 成为了草皮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应该是 我有跟导演讲 请导演加我一个镜头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试戏的时候 曹操要杀我父亲 然后我是很爱我父亲 因为我已经没有男人可爱了 唯一来最大的信仰 就是来自于父亲 给我的所有教会 就等于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 然后他也是个少后嘛 总共才22岁在历史当中 他23岁就死了 其实是个小孩 然后当时我记得 第一次我们试的时候 跟牌的时候 我是没有跪下的 我就父亲被拖走之后 我就是一转身 就指向他了 就这样 可是等到正式来的时候呢 就感情大概就一下爆炸了 因为父亲被拖出去的时候 那个瞬间你是觉得 就是崩溃 崩溃 而且你知道 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父亲也是跟着你们一起 在三国的时候 开国的功臣啊 就这样 然后汉献帝居然完全不保护他 而曹操把这一百多人全拉去了 另外是你会知道说 父亲一定不会好死 因为曹操一定杀鸡儆猴 就说这么大的关要谋刺我 我就把他临持 或虐待造死 就警告所有人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 所以那一瞬间就是 看到父亲被偷出去的时候 我是整个摔出去的 因为我想拉他 但没拉到 我就整个摔出去了 然后那个 我记得大链上很大一声 对 你要知道 头关有多重 衣服有多重 要带着他身躯要摔下去 后来之后 他整个膝盖都是淤肿 摔出去之后呢 我觉得我自己最感动的是 摔出去之后 我立刻爬起来了 爬起来之后 就给父亲一直磕头 就感觉是送别 可是那是完全没办法设计的 就是一般我们看电视剧 摔出去就趴在地上哭 可是那一瞬间 你就觉得说 爸爸要走了 就这么简单 就已经不是皇后了 然后所以我滑下去之后 我是马上用爬的 爬起来就低着头在那里 给父亲磕头送别这样子 所以那一场戏 我觉得就是 那个是 就是怎么讲 没有办法预知的表演 我觉得那是有年最快乐的部分 事后你会想 哇这个人物就这么饱满了 但是因为各个角度 还有要配合发歌各种的 所以我们拍了四五天那场戏 然后我就各个角度哭 因为各个角度哭一点 但我还是很感谢八哥就是 因为我们试戏的时候就 那个倪大宏老师实在太会演了 所以那个他最后要死之前 在我耳边说儿啊 就很坚定的看着我说 旷富汗是十而无汗 哗被拉出去的时候 哇那一瞬间我也就是 眼泪就已经流下来了 后来那个姚如老师就要拍 他就说别别 失信了 然后那个大哥就走过来说 就拍了我两下说 你要省着点用这样 就是他都会注意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那场戏是我非常喜欢的 应该是我做演员生涯里 会永远记住的一场戏 那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 邱星剧有这样同样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会觉得很有自己感动到自己的戏吗 我的重场戏 其实就是我跟父皇之间 他三问我 因为他其实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了 所以他安排好了 其实他是想试探我的真心 心里面在想什么 所以他问了我三个问题 我说不剧透 但是那一场戏就是说 就是你也是好专业的戏 是 对那个戏就是说彼此之间都有一些 必须要去好好琢磨你自己要怎么演 所以希望观众在那个时候 看的时候可以仔细看一下 对 今天说的这么精彩 精彩也让我们对26号 这一天的来临充满了期待 那在这个最后的时间想问问导演 导演这是您第一部指导的 就是这么大制作的一部电影 对第一部 那驾驭这样一个题材 驾驭这样一个大的制作 包括有这么优秀的演员的加入 对您来说 应该也是意义非凡的一部作品 所以说现在很紧张 很紧张 对 你说我们这部需要红就是红 红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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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导演有一天特别好玩 那个我们一堆朋友约了他吃饭 想说快要上档了给他放松一下 然后就跟一些电影公司的好朋友 结果后来等了半天导演一直没出现 过一会儿就看到导演回了个微信给我们电影公司的朋友说 我还是去开车兜两圈安静一下 就连饭都吃不了了 在五魂自己兜了两圈 导演你可变想不开啊 你自己说你胃痛了多久 其实后来真的是有很多 那是几天过后之后又又又约了一个局 大家一起开导我 包括圈内也有很很很好的老师和导演跟我讲 说放松吧 说你你这个一个新导演能够拿到一个亿 发哥能来 亿飞能来 亿老师能来 其实新智能有朋友们能过来 其实对于新导演来说 这个机会没有的 中国是史无前列的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感谢 感谢投资方 感谢发哥感谢亿飞啊 感谢亿老师 感谢发哥感谢 那单一个 那单一个 那个时候我们去看《杀生手印》的时候 碰到陈可欣导演 然后我们这个戏都 好像是几月的事情 刚坐后期的时候 对才刚坐后期 好像是三三五月份吧 然后碰到陈可欣导演 然后我就介绍赵导演给他 陈导就是赵导 陈可欣一看到他就说 我知道你 然后他怎么 他先讲了第一句话说 听说你的剧本很棒 他说因为剧本不好 发哥不会来的 然后他接下来就跟导演讲 那那句话你自己说吧 对他说 哎呀排到我 因为他个儿还是比较小嘛 排到我说导演 不要紧张 紧张什么呀 这个电影不好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因为你这么大的卡司 这么大演员跟你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把我们把我在旁边笑死 那天刘奋斗导演也是也是这样 判斗了 刘奋斗导演说 哎呀不要紧张 就是事已至此 事已至此 就是说想当年 你别说在五环兜两天 想当年我自己蜜蜜蜜在四环 迎着车流走 大家都有那个时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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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就是为了电影可以以声相许 是今天 导演是个奇迹真的 是个奇迹 创造了很多奇迹 我们也期待这次同学台 再次创造一个票房的奇迹 谢谢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档期 有很多部片子同期角逐 一起来 大演说不亏本就好了 不赔钱就好了 各花日各眼啊 希望每部片子都大卖 多好 是 谢谢 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谢谢你们 在这里预祝同学台的票房 创造佳季好吗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